怎么样通过聊天让女生喜欢上你 不会和女生聊天的大兄弟们 这期视频一定要看完 这些内容都是干货中的干货 点个赞支持一下 其实追求女生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印象好加感觉好加相处好 有很多男生都给女生一个好的印象 但感觉总是好不起来 因为感觉的产生是需要聊天互动的 而互动的过程中 你给对方什么样的情绪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那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女生主动给你发消息 内容是明天就要考试了 烦死了还得复习 那大兄弟们 你们的本能反应会怎么样去回复她呢 认真地思考一下 评论区打出来 那有很多男生的本能反应 就是会去回复 明天考什么呀 几点钟考之类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女生很愿意和你聊下去 但就是不会喜欢上你 因为你聊天给她的感觉 就是好朋友给她的感觉 所以她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 愿意和你聊天 但就是不会喜欢你 如果你想通过聊天 让女生喜欢上你 那这个思维很简单 就是把自己往里面带 和女生产生一种情绪互动 那男生是这么回复的 加油 你要是考到90分 我就请你看电影 女生又问了 那要是考不到怎么办呀 考不到 那就只能请你吃6块钱的麻辣烫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互动式的聊天 女生考试的分数 直接影响到了 你是请她看电影 还是请她吃麻辣烫 所以她考试的分数就和你联系起来了 而这种情绪的产生 就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的接近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 那我就再来举一个例子 女生主动给你发消息 说好无聊呀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回复她呢 评论区打出来 有很多大兄弟 本能反应又会去问了 你在做什么呀 我也好无聊 然后就开启了一段 很无聊的对话 本来是女生一个人很无聊 结果呢跟你聊天更无聊 所以有很多男生都问我 女生之前都经常找我 主动聊天 为什么现在却不理我了 为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 因为跟你聊天很枯燥很无聊 没有任何的情绪 那怎么样才能让女生产生情绪呢 太简单了呀 把自己往里面带入啊 将自己和她无聊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男生回到 哼 无聊的时候才想我 女生回到 鬼才想你呢 现在来锻炼一下大兄弟们的思维啊 那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复她呢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之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 我来帮助你